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暴行日前再被曝光 一位曾被迫在集中营工作的哈萨克组女子向CNN记者透露 她曾亲眼看到集中营里充满了洗脑和虐待 萨乌提拜是一位在东突厥斯坦长大的哈萨克人 中国当局要求她去一处营区进行汉语教学 2018年萨乌提拜逃离了集中营 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与家人团聚 并正在寻求政治庇护 香港立法会反对和支持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民主派和建制派议员 试图在同一会议室召开各自认可的审议修立法案委员会会议 双方爆发阻拦推撞的中毒消风 场面极为混乱有人受伤 期间一个民主派议员遭建制派议员拦截 跌落地上受伤需要送院治疗 香港根据1898年签订的租贫协议租借于英国统治 多年后于1997年被转移到中国 在签署的联合声明的框架内 直到2047年 香港有权通过政治上的一国两制来保护其行政独立和结构 旨在外交政策和国防等方面属于中国 根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命令 继周五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证收额外关税之后 两国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 而特朗普则通过其社交媒体账户威胁中国 特朗普强调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是建设性的 他说这两天是关于两国贸易关系状况的亲密和建设性的谈判 我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非常强烈 对未来的对话将继续 与此同时 美国可能会取消未来谈判所实施的制裁 也许永远不会消除 在里比亚民族和解部队和哈利发哈福特部队之间的冲突在暂停两天之后 黎伯利南部又爆发了冲突 据当地消息来源称 双方在首都南部阿泽子亚地区的前国际黎伯利机场发生激烈冲突 异议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总理事馆受到暗杀后 沙特阿拉伯王族穆罕黄德·本萨勒曼一直保持沉默 中央警报局警告沙特记者卡舒吉的三名朋友和同事说 他们继续推进民主工作使他们成为沙特阿拉伯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